在娱乐圈中,很多明星之间都是互相激励,做更好的自己,这样的友谊让不少人羡慕,但其中好友反目成仇的例子也并不少。 近日,台湾媒体报道了资深台语女歌手刘燕燕被告一案的最终判决结果,以加重诽谤罪拘留刘燕燕35天,处罚金35000元结束了这场闹剧。 用闹剧来定性这件事,是因为告刘燕燕的是她曾经的威蜜。 台湾资深艺人郭美珠,她曾经参与过不少台湾歌仔戏剧目的演出,是综艺节目天天开心的主持人。 2013年,刘燕燕服药自杀一事,是震惊全网,没想到几年后,刘燕燕突然改了口径,向媒体宣称是在闺蜜郭美珠劝说下才会自杀。 之后还联合一枚名叫《藏家仪》的女记者,报道自己轻身举动,主要是想要此来逼迫儿子的身份出面。 为了让儿子认足归宗,刘燕燕撞告李慎渊宠婚罪,当时与她交往40余年的郭美珠,大着讨公道的名义,要帮她逼李慎渊出来面对,进涉局指使她吞咬自杀。 并召来曾因恐吓郭台铭背叛求8个月的记者,藏家仪向快报道,她与吞咬前害怕问,如果真死了怎么办?郭美珠安抚,不会,我会马上救你。 刘燕燕表示自己基于40多年的闺蜜情谊,完全相信郭美珠,事后还说着郭美珠一手策划的说辞,没想到最后经验变成自己,全身财产只剩10万元台币, 以死相逼为真产,要善养费。 姐妹俩撕破脸,老死不相往来。 刘燕燕内崩,控诉郭美珠,我那么相信她,她说要替我讨公道,怎么会变成这样子,还到处去说我的不堪。 痛诉,我刘燕燕没有那么不要脸,我从头到尾不要钱,只是想让儿子知道,她不是死生子。 走过鬼门关,刘燕燕除了说出隐忍多年的自杀真相,也表示自己已经放下等待浪子的执念,我一等30年不会再等了,有良心,她,李深渊就会来。 但是我的儿子太委屈了,30几年没喊过一声爸爸,而儿子也觉得妈妈太委屈,努力打拼工作,要靠自己好好照顾妈妈。 刘燕燕小说现在自己一切很好,只盼能快点抱孙,乐享天伦,但郭、藏两人直接否认,并因相关报道,害她俩名誉受损,共同告刘燕燕涉涉嫌诽谤。 对于刘燕燕,表示是郭美珠提供安眠药,郭美珠也反驳,我虽然有吃安眠药,但药物都是由老公及用人控管,况且就算拥有一身处方,也不可能囤积超过70克。 明显非被常规常理,她更爆料,当初刘燕燕儿子想认足归宗,但提到要做亲子鉴定时,总是一再推脱,似乎有隐情。 如今彼此说法不一,郭姊妹变仇人,令人不慎唏嘘,开庭时他们还找了三位证人,还原刘燕燕自杀当天所有经过,但刘燕燕不服,一再上诉,导致案子已脱再脱,现在才宣布维持原判。 据台湾记者透露,最开始被指派去采访刘燕燕时,就曾提醒过她,社局自杀这样的内容爆出后,可能会被告,承担刑责。 但是当时刘燕燕坚称,她所说都是事实,没有说谎。 没想到现在却被直接打脸,对刘燕燕这个名字,可能现在大家不太熟悉,但70年代的台迷们应该都知道这位台语歌后。 现年67岁的她,曾经因为主唱《为钱赌性命》,总是为着你,等台语民歌,红极一时。 不过早年间帮父亲还赌债,弟弟生意失败,也让她受尽了苦头。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她那段和叫头老大、燕姬、李慎渊的感情史。 1984年,刘燕燕为李慎渊升下椅子后,两人在中立礼宅办了结婚酒。 刚办完不久,就遇上了扫黑,加上李慎渊犯下了飞车杀人案。 刘燕燕不得不将自己的百万资金给了李慎渊,助她跑路。 没想到从此李慎渊音讯全无。 多年后,儿子当兵遭遇重大车祸,她才找到李慎渊电话寻求帮助,想让儿子认阻归宗。 却被李慎渊一句,我们已经没有关系,弄得心碎。 在双重打击下,刘燕燕在家退了64颗安眠药自杀,并传短信给闺蜜郭美珠,让她帮她收尸。 信号郭美珠及时报警救援,才抢救回来。 刚被救济的日子,刘燕燕因为药效未解,精神状况失常,在病房不断地哭诉自己的遭遇,说自己不是小三而是原配。 对儿子30年没有爸爸照顾,感到抱歉。 之后精神状态恢复后,在郭美珠的陪同下,刘燕燕上节目哭诉,公开为自己讨公道,并拿出当年艳客照片,证明儿子是婚生子女。 但是,依旧没得到李深渊的回应。 没想到,现在67岁的她却因为诋毁闺蜜郭美珠,散播不时受访言论,背叛拘留,果然是人生无成。 决定做一件事之前,还是要先过脑子,想想后果,不然,落个晚间不保就惨了。 刘燕燕早年因唱红过,为前赌性命等歌,也算是七八十年代的红歌星,这么红当然绯闻不会少。 这位姐姐曾说,早年有人介绍她跟赌王何鸿燊认识,和还请她到游艇上做客,但她考虑到对方有配偶,放弃了当赌王小妾的机会。 混秀场的时候,她慢慢和演员郭美珠成为闺蜜,但郭美珠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。 直到一次,她带刘燕燕去饭局,眼看刘燕燕跟一个人说完话后,放声打哭,她才知道,刘燕燕结过婚,还有一个三十岁的儿子。 听了刘燕燕的故事,她震惊了,这根本就是《穷瑶剧》里面的故事。 原来当年刘燕燕放弃进赌王豪门,却疯狂爱上了黑道人士李慎渊。 李敖曾在《快宜恩仇录》里提过李慎渊,李外号燕姬,曾犯下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。 在事业当红期,刘燕燕悄悄和李慎渊结婚,为她生下儿子,给儿子取名刘童渊,简直是杨不悔的同款。 结果生完孩子,李慎渊骗走她的一百万逃亡,李的大哥邓某还带为传话,说请刘燕燕把孩子抱回去养,等风头过了,李就回来。 刘燕燕一直等,等到2004年儿子当兵出车祸,她四处打听李的消息,好不容易联络上对方,却只得到冷冰冰的回应,你们和我没有关系,不要再来找我。 即便如此,刘燕燕还是没有完全放弃,在饭局上有人找她打听李的消息,她以为李慎渊要找人接她了,没想到被告知李慎渊早已经结婚,她与世彻底崩溃,她的孩子因为长期得不到父母的爱,对她也充满怨念。 她当天在郭美珠家喝得烂醉如泥,后来越想越气,越念起当年帮忙传话的大哥邓某,觉得对方骗她,李慎渊会回来,害她等了30年。 抵时邓某已离世,她干脆放狠话,做鬼也要讨回公道。 2013年,刘燕燕在家服药自杀,吃药前,她给郭美珠发了一条短信,请你帮我收尸。 郭收到后,整个腿软,马上报警破门救人,刘燕燕才捡婚一命。 当时还有位女记者在场,全程跟拍,刘燕燕这段细情往事终于曝光。 之后,她和郭美珠上节目,酷诉自己的故事,还拿出结婚照证明,自己真的是正宫而不是小三。 她是爱照证明自己真的有办过结婚宴,但无论她怎么说,李慎渊就是不回应。 没想到四年后,李慎渊还是没出来,好姐妹破门救自残闺蜜的戏码却有了反转。 刘燕燕主动向媒体挖旧料,自爆《当年吞药入院》是好闺蜜郭美珠精心设的剧。 她说,郭美珠告诉她,要闹就把事情闹大,给她提供药物,还怂恿她自杀。 再照记者报道,逼李慎渊露面,帮她解决儿子的生活困境。 但是郭美珠和当时女记者都欺诈了,一起告刘燕燕诽谤。 为自证清白,郭美珠还爆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。 事发当天,她和朋友在家打牌,刘燕燕穿一身黑,到她家诉苦。 她却朝刘燕燕,今天是来调宴吗? 刘燕燕情绪低落地回家,还是宾客觉得不对劲,催促郭美珠打电话。 郭美珠拖了一会儿,拿电话,才看到她的收拾短信。 她说,如果当时她再拖拉一会儿,刘燕燕可能真的会去世。 这事已死了很久,最后法官裁定。 刘燕燕受访言论不实。 一审,判拘役35天,罚35000元,高院今天还不回流的上诉,全案定限。 这个故事非常奇特,一个女人遇人不输,渣男几十年不出面,她却撕起了自己的朋友。 而被她撕的闺蜜,其实也并没有一直跟她统弃连肢。 要知道当年上节目的时候,闺蜜就对刘燕燕的哭诉露出了不屑脸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欢迎点赞,订阅,转发。 我们下期节目,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。